踩地的时候 膝关节的弯曲不会超过20度 所以完全不会破坏软骨 你走再多都不会 那跑步呢 跑步在站立期 站立期就是说身体的力量 夹在膝盖的这个 站在地上的这个站立期 它也不会超过30度 所以慢跑剑走 这些是我最推荐的运动 事实上一些最近的文献 也有一些报告 他把这个三铁运动的选手 一生都在做三铁运动的选手 年纪大了之后 请他来做这个核磁工程 把他全身的这个软骨 都把算他的量 结果发现比正常人还要多 软骨的厚度比正常人还要多 所以软骨你常常去刺激它 反而是好的 间歇的压力是好的 像海绵一样 你压它放松 反而增加它的新陈代谢 所以走路跑步都是OK的 爬山我也不反对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爬 登山杖一定要有 它可以减少大概三分之一的受力 每一步如果你正确使用 登山杖跟脚一起着地的话 你可以减少膝关节承受力量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就是姿势很重要 你会看到要保持微弯 上坡的时候 上坡你保持微弯 稍微把它保持20到30度的弯曲 这样爬 就可以一直爬上去 这样你就可以避免伸直又弯曲 伸直又弯曲这样的动作 伸直弯曲那个就会去夹到这个内侧作弊 以往就是说游泳 它不会承受身体重量 最好运动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跟弯曲角度有关的话 就会知道你有什么事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病人在急性期就会说 医生叫我去游泳我越游越痛 那我就问说那你有什么事 有蛙式 就会上当 因为蛙式你的脚就一直在伸直弯曲 伸直弯曲 所以要学自由式 自由式要正确的自由式 有些人有自由式的膝盖还是在弯 要大腿带动小腿 这样的比较好 正确的自由式膝盖是指的 这样是零度的意思 比较不会超过三十度那个危险角度 是不是蛙式就不能游呢 有些人说我只会游蛙式 是不是就不能游泳了 事实上也不是 蛙式我们就注意你的节奏 大家知道前进是踢跟夹 踢跟夹是前进 所以你就踢跟夹的时候 可以快可以用力没有关系 但是在换气缩回来的时候慢一点 让自己也喘一口气 膝盖慢慢的缩回来 就注意不要让它痛 不要夹到这个皱壁 还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能不能骑自行车 我自己也很喜欢骑自行车 但是如果根据我的理论 是不是好像不太好 自行车就不太好 对 我也发现我如果骑多的话 就会酸痛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这一回事 就是要适度 如果一定要骑的时候 注意有几个方法可以减少摩擦 坐垫调高 椅垫调高 弯曲就会减少 另外就是你的节奏 跟刚刚讲的挖式一样 伸直的时候比较没关系 就刚刚跟上下楼梯一样的道理 正好就是我们踩下去的时候是伸直 所以踩的时候比较没关系 另外一只脚就让它休息 另外一只脚就弯回来 你就尽量放松 放松不要用力 不要紧绷着